大家好,我是龍老師 今天很開心又要到 好朋友,Shan來到現場了 今天Shan是不是要來自誤一下 來趕快 要喝酒,趕快 這是我們的 池南嚴選 這是我們自己自創的品牌 Viz 這是我們的星空酒 趕快來吃看看 這真的蠻漂亮的 而且有七種不同的口味 也有七種不同的顏色喔 趕快找池南嚴選 我們工商時間結束 自己自助自己也不錯 但是還是要提醒一下 飲酒過量有他的健康 但是小酌一下是可以的 小酌一下是可以的 我們今天講一下主題啦 有關於2021最新的 大陸流行語 也不是說2021啦 我最近又收集了一些大陸的流行語 給Shan來猜一下 到底是什麼意思 每次都來考我 你是大陸通啊對不對 不敢不敢 只有去過12個省份 去過N次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一個一個來看 那這個有些呢 說實在的我自己都看不太懂 那看你懂不懂 那首先第一個 乾飯人 乾飯人是哪個乾哪個飯 就是肯乾的飯 乾飯人 這太難了吧 乾飯人 這我真的不知道啊 對 常常都有聽到什麼 啊我我怎麼吃幾碗乾飯的有沒有 乾飯人所以是 其實是有類似說乾貨的意思嗎 不是 乾貨就是指的就是沒有水嘛對不對 乾飯 乾貨不是沒有水啦 乾貨是說這個他的資訊的品質含量很高 對 就沒有水 因為水就是 水就是在那邊沖住的嘛 好 乾飯人什麼意思 這個厲害了 乾飯人 乾飯人就是有點像說什麼 這是 就是我們都是很努力在工作的人 就是 有點像是什麼 那個打工人啊 乾飯人啊 就是很努力的意思 他們就有什麼乾 麻農嗎 類似麻農那感覺 就是很努力在工作 然後吃乾飯的人這樣子 就是他要引申出來 就是說乾飯活 乾飯的人乾飯 可是吃乾飯其實是 是說這個人很混的意思 沒有沒有吃乾飯 表示這個人很 我是吃幾碗乾飯的 就是我如果吃很多碗 就表示我很厲害 蛤 對阿 就是我很會吃阿 很會吃就很會做事這樣子 OKOKOK 好 這是第一個乾飯人 這我看到為之也有點嚇到 然後我們講的如果有什麼 大家說要糾正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 我也是 我說第一次看到 但是最近聽說對岸常用 這根本跟C位出道是一樣困難一點 對 第二個 姨母笑 什麼 姨母笑 姨母笑是什麼 姨母笑 姨母 姨母就是阿姨嘛 姨母 姨母在笑這樣子 姨母笑 跟小鮮肉還有小狼狗的關係嗎 有一點關係 那聽起來就很像 就同一個系列 但什麼意思呢 你要告訴我 應該是比較接近情色的路線吧 然後就說 就是 呃 不想 不想努力的那個路線 這樣 欸 你聽起來應該 有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會知道你知道嗎 因為姨母笑這種東西 聽起來就是在情色小說裡面出現的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這是從韓劇那邊過來的 韓劇裡面有時候就是 姨母笑後來是引申為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看到了小鮮肉 或者是看到喜歡的東西 會發出很溫馨的笑容 這聽起來應該是 我們請後置上一下什麼叫姨母笑 好不好 就可以看到 姨母就是 她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可是看到了 比如說一個小鮮肉 小帥哥 他就看到他就會發出 會心的一笑 就是所謂的姨母笑 但是 有時候他會覺得說 就是 對小鮮肉可能有些企圖 還是怎樣的 到底這是誰找出來的 厲害 厲害 可是聽說那個 那個什麼 飯圈什麼的 蠻多人都知道 喔飯圈 爺親回 爺爺的爺 青春的親 然後回來的回 這是不是又是說型 對 考這太難了 爺親回 等一下你拿飯圈的詞 來考非飯圈的人 這個不是飯親的詞 這個不是飯親的詞 這是他們好像常用的詞 好啦直接講 爺的青春回來了 好 爺的青春回來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看到那種 比如說找到小虎隊 有沒有 好 爺 去 嘛 好 我們看到小虎隊 然後三個人都出現了 然後就在那邊跳那個什麼 那個新蘋果任緣啊 在那邊跳什麼紅蜻蜓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會感覺到啊 我們的青春回來了 所以這句話聽起來就像是 爺青回 之前有一個片子叫老炮爾 裡面那個老炮爾會講的話 對就是看到那個情景就是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看他長大了 然後看到他青春回來了 比如說我們又看到了那個什麼 SHE合體 是不是 那感覺啊青春又回來了 或者像對岸的同學你看到 黑貓警長 或是大白兔奶湯 我靠這個是什麼 他們以前的卡通 對就原來是台灣的什麼諸葛三黨 諸葛四郎 大戰惡魔黨有沒有 瞭解了 好那再來 爺青回的那個隱身 叫爺青傑 爺的青春結束了 very good 果然是很有很有那個 就是我們的青春結束了這樣子 其實如果長大了之後就會 有時候就會不小心就會感慨 對不對 看到 看到一個 比如說你很喜歡吃的一家老店 然後就 從小吃到老店然後就倒了 對不對 從小看到到一個什麼漫畫的連載 然後結束了 比如說我們近期的巨人結束 然後青春結束了這樣子 對你看到蟹龍珠結束的時候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真的蠻常用的 燃病卵 喔燃病卵常常看到 對燃病卵 然後的燃 然後病不是的病 卵是那個 雞蛋的那個卵 對卵就是 什麼意思 軟胎生啦 軟生或胎生那個 對對對 應該是無言吧 無言 搓 確定嗎 搓 它是一個就是一句話的縮型 我知道喔 但是我說它的意義 囧 囧 很囧 讓我覺得超無言的 不知道要怎麼接下去 尷尬 間界 有差到一點點邊 然病卵 就是 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 就是沒有用的意思啦 對不對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 去爭取的 這樣子的一個演出的機會 但是然並卵 好 就是然而沒有什麼用 並沒有什麼用 被科普了一下 對科普科普一下 再來 處對象 處對象就交往 欸 欸 欸 你怎麼知道 這個是最簡單的吧 這是從某一個偶像劇 對岸的一個偶像劇裡面出來 沒有沒有 處對象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出現 就已經開始出現了 就已經開始出現了是不是 就已經開始流行了 對岸的幾個 第一個是交往他不會講交往 嗯 他要處對象或是說這個 處看看 處 相處的那個處 嗯 相處看看 然後如果說告白成功叫做 確立關係 好 確立 戀人關係 就我不知道這個聽起來很公文 關軒 關係關係 確立戀愛 戀愛關係 這聽起來非常公文 你知道嗎 這個我不確立到底是 其實我說處對象聽起來 蠻文青的感覺 有點那種蠻純情的 就很像那個 對 相處一下相處一下嘛 這可能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時候 出現的一個 我不確定啦 這是流行語好不好 這流行語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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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到很努力 知道出處跟我們講一下 看看可以下面寫一下 留言一下 這個百度網不是這麼常用 那處對象 就是相處看看 相處看看 因為有時候不要這麼大壓力嘛 對不對 交往 交往就是啊我現在跟你定下來幹嘛 沒有就先處看看 可是這部分其實我覺得大陸的同學們其實還蠻直接的 就是要不要嘛 要不要一句話啦 就這樣他不會像我們這樣浴血還修啊什麼 那個千呼萬喚吸出來 對就是不要那麼那個拐彎抹角 油爆 琵琶 半遮面 對他們就反正就出土看嘛 要不要啦 吃過話嘛 對 那真的蠻好用的 蠻好用的大家可以拿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蠻常用的 這我在那個PTT常常看到 本刺彈大 本刺彈大不是我們之前介紹過嗎 有嗎 有喔 這已經重複了是不是 本刺彈大就是那個時候應該是在講那個 悲從中來 悲從中來那個時候我稍微插到 來本刺彈大要怎麼解釋呢 本來是要大聲試責他的 very good 但是 因為他的叉叉實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 這個男性 沒有但是我是說實在 專門使用 不要說什麼大大 那個就是 比如說你也可以拿來說這個利益太大了 對 對不對 比如說本來叫你那個 欸 Sean 要不要 你在想什麼呢 我就知道你的思想非常龜 對 Sean 要不要在節目裡面 脫上衣 只剩內褲 然後跳舞 其實之前有做過 但是跑馬拉松不是跳舞 對 那你是本來想要斥責的 但是我又在桌上擺了一百萬 那就實在是太大了 對 跳 是不是 那就跳了 這是本刺彈大 本刺彈大 好 然後這個 我記得這好像從一個漫畫裡面出來的 然後再來這個你應該就不再知道了 這個好像在飯圈裡面 叫做他房 什麼 他房 他房 他房什麼 房子塌了 他房 房子塌了 他房 房子塌了的塌 然後房子的房 房子塌了的塌 對 塌掉的塌 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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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啊 怎麼可能 因為這就像在 一直在鑽研兩岸的這個 包含飯店賓 對對對 陰陽合同 還有這個最近什麼 那個 吳亦凡 看了一些飯圈的東西 沒錯 那這個他房呢 就是 你本來對他的那個 形象然後崩塌了 我跟你講他的速度還沒有 跟這個關係 看著他揉起了 看著他揉他了 對 對 有點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你本來是很喜歡他幹嘛 可是他可能做了某些事情 結果竟然選飛 登登 人窘 流浪明星 性 性侵 什麼之類的 好不管這個就是 所謂的他房 大家可以 有時候可以看到 對不對 好接下來就是一些 就是英文的 這樣我都很想要作弊 英勇的 英 那個什麼 英文的一些縮寫 那這個就是 看你的怎麼發揮 這個我做實在真的蠻難的 YYDS YYDS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羅文好公民頻道已經開啟加入會員功能了 只要加入會員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會員專屬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點擊影片下方訂閱按鈕旁邊的加入會員功能 就會看到許多的專屬會員的功能介紹 製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